蝦漿飯有多噁心 質感好像在吃泥滷飯 煮四寶 四寶是甚麼? 不知道 一點西味都沒有 但這個一點西味都沒有 你會這樣的 哈哈哈哈 煮了一點西 煮了一點西 大家好歡迎收看以至大國際 淡仔有得打火爐這麼大 這件事沒有人說 這個就是在廉登看到的姿勢 這次淡仔就突然出了這個 打火爐打火爐 因為它一次過推出三個不同味的邊套 三個都叫了 怎樣才能吃到三個邊套呢 就是叫了整個studio的滑味出來 好不熱烈啊 大家來多一個 因為是馬上來試 就想馬上出 所以這條片的剪輯度應該不會太高 三個鍋都是二人份量 分別就是這個鮮番茄雞件鍋 香西皮蛋魚肚鍋 還有這個重慶酸辣豬四個鍋 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三個鍋都有芫荽的 就不只是香西那個有芫荽 其他都有芫荽 一個鍋就會配米線 或者一個炸醬飯 我還沒在這裡吃過炸醬飯 還沒吃過這個闊米線 像噗心一樣 炸醬飯 炸醬飯 炸醬飯嗎 你看給那邊去看看 那邊才問題 這樣啊 你覺得噗心嗎 我覺得很好味 哈哈哈哈 噗心啊 你們覺得噗心啊 還有因為它有酸醬 我超喜歡酸醬 都會配兩款小吃 小吃都只有四個選項 你可以任意轉的 還有邊爐裡面 如果你不想吃的那些東西 都可以轉走它 但是因為這次拍給大家看 就完全不轉了 用回原修原名 小吃都是平時大家吃 開過四樣 木耳啊 紅油青瓜 麻辣豬耳 青椒皮蛋 這樣啊 它這裡括住 皮蛋是正常份量啊 譬如其他呢 會有括住就是 一人小吃份量 但是皮蛋你叫的呢 它就 一個完整的份量 六個皮蛋 六個皮蛋 這裡很興奮啊 卡路里 如果是主食的話 米線 寬米線 白飯和炸醬飯 都可以選擇 炸醬飯要加五元 對呀炸醬飯要加五元 哦 即是跟它的就不用加了 它幫你加了 哦已經加了這樣 為什麼呢 其實它的煲呢 全部都是一樣價錢的 不過它幫你加了炸醬飯 加了凍飲 哦 全部都是9.8元的 哦 我吃小吃 全部都是9.8元 不過它就做一些推介套給你 哦 哦 清晰的解讀 那我都不用再說多一次 要不要先載米線 不不不不 它這裡有說的 不用的 它說 有這個暖心溫 先趁熱 炭了淡淡情熱鍋配料 OK 然後再把湯拌進米線 闊麵 白飯 再拌勻 這些我們暫時不理會 但是吃完配料 那它就減了 那為什麼不把它拌進去 對呀 那就是只拿那些醬汁來拌飯 就是 那你也對 如果是的話 我在這裡拌一些湯 那我們省著吃 好 我想說 吃茄湯 一定要吃豆角 牛角 豆泡 你也可以吃牛角 我以為一定要吃牛角 吃茄湯 豆泡 前來聽人家說 減肥不要吃那麼多豆製品 是啊 其實真的 我就不敢吃 我也不敢吃 拍片就可以吃 拍片是為有吃 我覺得火可以開大一點 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 它吸了一些鮮茄湯 它的茄湯是 一來到 它都沒有下火 你已經可以聞到厲害 但是鮮茄味 可以自己選擇辣度 除了重慶酸辣的鍋 重慶酸辣的鍋 最低要三小辣 其它可以自己選擇辣 而且不辣 千茄雞的原配就是 魚肚和珍寶蟹柳 先試魚肚 你們要嘗嘗你經常吃的雞 我想它應該熟 為什麼說完之後 反而信心低 它的紅色應該是茄湯 我反而覺得湯底 不叫辣會比較 因為蕃茄的甜味不太出 嗯 我會喜歡蕃茄是不辣的 因為 鵬仔本身的香蕃都不腌 不是 我們還要吃辣 沒有了蕃茄味 有沒有人可以吃一塊雞 我覺得雞幾高水準 是嗎 它是軟的 它不同於平時的 什麼 它不是平時的 雞肝 不是雞肝 它不是的 它真的軟 它應該是用另一些雞 應該就不是用平時的雞 它是滑雞 你看這裡 它是滑雞 你吃下去都真的會很Impressive 竟然在炭雞吃到這些 是不是去了另一間公司 最後是這個市場 珍寶蟹嗎 對 要是分 分得它真的很大條 我以為珍寶蟹 你要 對 對 很興奮 嗯 嗯 就是要這麼大條的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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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喜歡看這些 很喜歡看這些 對 這樣放下去 哈哈 好飽 不好意思拿了我的頻道 哈哈 哈哈 我不行 不是脆 我比較好 二人餐應該分開之後 大家穿一邊的 但如果像我自己這樣穿呢 你很豐富的口感 就是不煮太軟 會比較好 淮山呢 有沒有人吃淮山 淮山 它不是蘿蔔來的嗎 淮山 你試試淮山是什麼味道 我試試看 試試看 試試看 我還沒放進去 好聰明喔 你把雞浸在皮蛋的汁裡 淮山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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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蕃茄草味 多謝 這麼瘋 因為它真的有辣味 蓋著蕃茄味 嗯 好 next wall 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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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西皮蛋穴道 我煮四寶 四寶也是什麼 四寶也是什麼 這個不是 這個什麼 粉腸嗎 四寶 這個腸 還有什麼 四寶也是 包了什麼 煮 煮 煮黑白鴨 Facebook的創辦人 煮完醬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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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粉腸 哈哈 不是,掌腸 那我試一下 這是它的魚肚 這個是胡椒湯 這個是胡椒湯 EG表現如何 不是 EG很爽 很爽 胡椒湯 其實有一點胡椒 在裡面 等我都 你可以試一下 我用豆腐來試試湯味 生腸是很厲害 胡椒湯 嗯 真的有點麻麻的 我感覺到一喝下去 有些麻麻的 可能胡椒再加 小辣 有些麻的感覺 是重很多 但是沒有西味 沒有啊 沒有啊 一點西味都沒有 但這個一點西味都沒有 你會這樣的 哈哈 撿掉了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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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西 然後這樣 你是不是喜歡吃西 我不是喜歡吃西 有些人是很喜歡吃西的嘛 那你點這個 他是不是失望了 也是 你可以試一下 在你所有的小食 夾到西 看看補不補夠了 但是我覺得 可能 這兩個鍋 都不要叫辣 才能吃到完美 因為像我這樣 我不吃辣 它少少辣的時候 已經蓋了所有味 這個也有啊 這個一吃下去 就值得 麻麻的辣味 你是比我的 我是不吃辣的 但是那個辣味很長 這樣有西味 你整塊西吃 整塊西頭 西頭 西頭 嘗嘗嘗嘗 我覺得這個 真的要再加多一點西 我就算是吃西都沒什麼西味 因為我是不吃西人 我吃下去 是有冰點鹽西味 對於你喜歡吃西人 但是我覺得 它變成胡椒豬肉 我覺得很好吃 豬肉 我第一次吃豬肉 這麼大個人 好吃嗎 你不要怪它 它是這樣的味道 你開始體諒一下它的味道 你開始欣賞它 你嘗試接受它 你就發覺呢 你根本接受不了它 哈哈哈哈 它的味道真的很難受 哈哈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早知道讓你們吃吧 不是啊 我說不到什麼 嘩 咦 第一歲初體驗 講自己多少歲 今年 23 哈哈哈哈 剛剛聰明的時候 大家沒有這麼開心 什麼事 今天已煮生日 今天已煮生日 大家在下面講生日快樂 但我沒想過你生日會在淡省裡 是 要生日一會做直播 你這杯飲料你還沒說 我看你快絕了 是啊 說一說這杯飲料 就是它兩杯特飲 其中一杯就是荔枝薑 但是沒有第二個 嗯 百肚烏龍烏龍 它沒有啊 裡面有些荔枝菊 都算挺甜的 還有一些薑味 我自己喜歡純荔枝的特飲 多過薑 它有薑味嗎 是 它有 是屎來的 是屎來的 剛才就是吃了一些滋 吃了滋然後喝了屎 嘗嘗這個 這個我其實也大興趣 那你是不是要試一下湯底 你先 我先 這個我喜歡小辣 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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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定要吃豆波 你吃吧 你吃吧 重慶酸辣豬四寶 雞腿豬紅魚蛋 我試豬紅 剛剛試了豆波 還好 不算很辣 有沒有蛋 有什麼味道 就是平常魚蛋的味道 沒有分別 它這個小辣跟平時麵的小辣 是否一樣 我平時吃大辣的 就算它是小辣 我都不覺得它是小辣的辣 即是它沒有平時的小辣 我覺得可以再辣一點 豬紅的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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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味道 就是覺得熱 對 還是很滑 一點都不辣 你要試一下豆波 是不是啊 淡仔 真的沒試過吃 超過不小辣 我們烤碗好不好 我們EG 下次挑戰吃 中辣先好不好 然後再大辣 我不要再吃辣 最後來 突突多麻 那你就可以通話進 Live 人家已經起程了很久了 我現在才追 那不是啦 你一來就先吃大辣 中辣 你等一會就不行了 它真的沒有小辣 應該這麼辣 是啊 沒有米才這麼辣 完全沒有 如果你們要夠辣 可能要多點你們平時的一倍 甚至叫多麻 我覺得麻也不好 你要醬飯 醬飯 醬飯 這個飯要醬飯 有人說它很好 炸醬飯有多噁心 炸醬飯也不噁心 肉醋 炸醬 茄湯 有沒有感覺 哦 好味 好味 但味道真的好像在吃泥拌飯 泥拌飯 但我少少炸醬 味外味是多噁心 是啊 味道很好味 它就算有了這個尊貌 我覺得OK 是啊 是吧 好吃 好吃 真是認為可以 吃得更辣 如果你平時吃得更辣 你應該要吃得更辣 但我想說 不能吃得更辣 就真的不要吃得更辣 你覺得很辣 我吃了 你覺得很辣嗎 你覺得很辣嗎 然後呢 這些味道是覺得很紅的 有沒有頂不上的鑑姐 要喝一口 那你不是吃得全部小醋都辣嗎 是啊 小醋全部都辣 所以不吃辣的人就不要嘗試 不好吃 不好吃 不好過來吃 因為小吃全部都辣 你沒有理由叫完之後不吃小吃 但我已經 不能吃 不能吃 現在就嘗試它那個闊麵 以前都有還是怎樣 應該好吃 我很喜歡吃麵 你先試試看 它不像我們平時吃的那些刀上面 這個是米線的材質 但就是闊麵的吃 你試試看 你有明白我說什麼 是嗎 你明白嗎 五合格 五合格 二片五合格 它純粹是把米線放到扁 沒錯 所以我們都是推薦 要不就叫米線 要不就吃炸醬飯 之前有推薦麵是拌的 它有一個拌的 拌的其實是OK的 但你變成湯就奇怪怪 這個雞件十分之虛解 這麼多的湯裡面都很好吃 沒有一個湯的雞是炒粉 它這塊這麼辣的應該還很棒 嘩 好吃 總括來說大家是否推薦 這個淡仔的Dino 2 3 啊 都OK的 其實性價比其實都好 五十多元一個人 如果是二人吃的話 那但是就 都還好 唯獨是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想吃菜吃飽 可能要加菜 因為它就這樣給你那些菜 其實不是真的可以好飽 而且我們現在在吃 原先配的那些 我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吃的 對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吃的 但應該都要加的 那份量我自己覺得不夠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還有什麼新推出的食物 都盡量拍給大家看 如果想支持小弟的話 不用一個淡仔餐的價錢 就可以加會員支持小弟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因為… 你能玩嗎? 他明明不是業配 不是業配 他不是業配 真的好玩 他昨晚在房間爽屌了 好嗎? 但是因為好玩 這個人很瘋 這個人很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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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刃度好了 還不是拍片 我不是拍片嗎? 我不是拍片 真的因為拿來拍片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竟然買心得 剛剛想拍片 Youtube 或是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很多學校或正規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決定不是教結他 把我這8年的剪片經驗全部組成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氣、手把手教學 四課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我 你也應該知道不會有可能蠢得比我兒子 報讀這個班你還可以得到我多年以來儲藏的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我自己也有很多Youtuber朋友很想請剪片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這影片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